今天我這條短片是基於高瑩堅博士做了一條短片 關於怎樣去用sotero 當你們寫論文的時候去做citation 去做footlook 假設大家已經看完這條短片 我這條短片是做一個補充的 怎樣做citation的時候 可以做到中文的footlook 以下短片是做一個示範 假設大家已經根據高sir的片段 裝好了sotero 無論是work的plugin 和sotero這個app 你已經裝好了 還有今天我示範是用mac的 但其實windows的介面都大同小異 首先裝了sotero之後 大家可能已經進入了一些書 但如果你想要做中文的citation 必然你要先去install一個中文格式file 其實大家在我的youtube下面有一個description 有一條link 你可以下載中文格式file 假設大家已經下載了這個file 然後double click 的時候你會見到sotero會但install style 你按install 然後你再按ok就可以了 其實你已經裝了這個中文citation的格式了 也要說一說這個中文citation的格式 其實是一位見到的效友去做的 其實那個file裡面已經註明了它的名字了 這個也是要看一看的 如果你要檢查有沒有install到正確的 就是按sotero裡面有一個preference 然後你去cite這裡 你已經看到這個中文citation的格式了 其實它是based on這個chicago17的 所以你call英文的時候是沒問題的 但它是on top of這個東西 再加多一個中文的格式下去 那交叉吧 其實你現在已經是可以做citation 試一試 那我開一個word file 然後我試下做一個footnote 我假設這裡 這裡後面我要拿一個footnote 然後add citation 那你第一次做citation的時候 它會問你究竟你有什麼格式 那其實剛才我們insure到一個中文格式 你要選這個abs chinese這個格式 然後這些不需要動就可以了 那ok 那然後這裡你就要去選書 那平時其實你打英文的話 它會顯示你整個library裡面有什麼英文的書 但是如果你要用中文 大家就要去做多一步 那現在我會示範一下我開一本新的書 我假設我現在在建道的圖書館 library這裡 我search了一本書 是高sir的你的名字這本書 那其實右上角 其實這裡已經有一個plugin 你click下去一按 然後你 就是我假設你進入這個大的library 那其實這本書已經進入了sotero 你去回sotero 那裡 其實這裡 它已經把剛才的資料全部進入 那這裡呢 剛才它認的時候可能認不到書 所以我轉回書 究竟sotero怎樣去認到這本書 是中文書 還有它可以知道這本書 它出到citation的格式 答案就是在這個language這裡 大家按下去選 sh-tw 然後enter 那你打英文之後 你做citation的時候 那work呢 即是按那個plugin做citation 我試一下去回work那裡 好 我做add一個citation 然後用中文字打你的名字 記得最尾中文字的話打space 然後出到這本書 那當然這裡你也可以打page 比如打page10 enter 滾下去 你就會見到出到中文格式 不過呢 如果你想再整理好一點這個格式 你要去回sotero 剛才你的名字的書目這裡 這裡你滾下去 其實這裡有一些extra的資料 可能這些extra的資料 即是令到它認不到對的格式 所以這裡初版這個 其實如果初版的話 按不需要打是初版 然後你delete了這項 OK的了 按出來這裡 然後去回word 上面你再按refresh 那其實就沒有了 那所以 剛才我示範了就是 怎樣去import一本書進來 然後我是用中文citation的方式 可以做到這個格式 我cite了這個中文 如果當中這裡有任何你需要更新的格式 或者書名等等 你想整理好 你可以隨時去回sotero這裡 入回去 然後在右邊這裡 去改正的資料 改正完之後 你回到word那裡 你只要按refresh 它就會根據你sotero最新的資料 去refresh一次 你就可以用中文的格式去做citation 那就可以節省大家很多時間 最後做完書目的話 就更加簡單了 你按edit bibliography 那其實你的bb已經全部出來了 那當然如果你說 它有些格式都不是很漂亮的 那你可以 基本上你用sotero 出完書目之後 你慢慢人就 edit 那怎樣都會比你快 逐個逐個字去打 那所以呢 那今天這一個就是 一個簡單的示範 怎樣去基於 GOSER的sotero教學 然後補充一個 怎樣去做中文citation的方法 那如果大家有些疑問 或者一些提問 其實都歡迎在youtube下面 你都可以留言去問 那我都會嘗試去解答大家